我们每个人都是脚能够走动的人 我们去带动这个生命分次 架上这个神圣生命分次的人 所以造会满了长存的果子 满了新人 这次的展览大会 心里展开我们报告能够 导会至少五百位新人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加码镜 看看哪些新人可以带来 我们好好把名单记下来 好好祷告 带过来 然后第17章一个强调点就是说 这个一我们能够被建造成为一 有三方面 一方面是父的名 就是父做生命的源头所供应给我们 那个永远的生命 你有这个生命 我有这个生命 第一面的一我们都已经得到了 但是这个第一面的一 不是你我需要做什么事 我们就会信 我们就得到了 信入三一神就得到了 第二面的一 我们需要好好地享受 叫我们成圣了 用得圣别的话语 所以这边17节 17节很棒 17节我们再练一下 求你用真理圣别的话 你的话就是真理 此人得圣别的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主的话 你的话就是这个真理 画在哪里 刚才讲过的话 就是在圣经中画在许多的主人书报里面 我们好好地要在这一面 我们要拿起一种的负担 我们要好好地享受它的话语 所以这边我要推一个事情 刚才推家中家中的路养 现在可以要诚信 我们要好好的 我们一早前来的时候 我们要自己做榜样 我们要和一个两个三个 用这边多多的一统 诚信来享受这个话语 越享受的时候 我们就越得着圣别 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有第二面的一 你别画圣别 我也别画圣别 我们就在这圣别的画里面 被扒高了 到一种的水准 神的心意中的水准 在这个高的水准里面 我们是一样 不仅是有圣经的一 我们有从世界里面 被分别出来 被圣别出来的另一个 那个一 有程度的带着神的 那个心意的水准中的一 因为 那第三面的一 第三面的一就是这个 神的荣耀力的一 这样的 第一面的一 第二面的一 最终呢 我们都要被带进 祂的荣耀里面 自觉的荣耀里面 这时候呢 感谢主 我们就完全是一 那这样子呢 主就得荣耀 主得荣耀 付出在主的得荣耀 得了荣耀 Amen Amen 这就是 原来的第十几章 这个祷告的主题 主要是祷告的主题 就是 父啊 你荣耀活 Amen 你荣耀 叫我荣耀 那 父的荣耀指 是把指放到十加上 然后呢 经过十二复活 几个列过 神圣的元素 生命 进到你我里面 叫我Amen 给重生 Amen 被带进 他的荣耀里面 Amen 结果主就得荣耀了 主得荣耀 父也得荣耀了 Amen 这是约五语第十一章 主要的思想 主要的祷告 约我们好好的追求主 我们呢 得着主的丰富 主得荣耀的彰显 父也得着荣耀的彰显 我想这就是 造位生活的全部 因为我们都要好好的 来享受这样的 主的心意中的造位生活 Amen 阿民 多参加 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